大家好,今天来分享Hartlega最新业绩和展望 Hartlega是马来西亚丁京手套的先驱者 至今公司的丁京手套的生产规模是世界最大 也是本地行业当中营运效率最佳的手套公司 公司出炉的业绩属于意外惊喜,转亏为盈 营业额QOQ上涨,主要是因为出货量QOQ上升8% 成功扭亏为盈的因素在于成本上的节约 关闭旧产能导致更低的资产折旧 外汇因素以及利息收入 Hartlega最新的产能使用率大概在44% 比上个季度稍微有一些增长 公司目前手持RM1.6B的现金 扣除贷款之后竟现金高达RM1.5B 在展望未来方面首套行业的逆风情况 估计会持续到这个财政年结束为止 去库存的过程当中 竞争压力对ASP的压力依旧持续 作为应对措施 公司已启动了为期五年的战略计划 比如在2023年宣布停用BestDurge Air设施 并整合到效率更高更先进的生产线 尽管市场仍在调整中 手套的消费预计在长期内将增长 尤其是来自新兴市场 也可以看到行业内暂时没有进行扩张 小型 新进来的手套制造商都在陆续退出 行内的产品价格压力主要来自中国生产商 但中国生产商已经没有继续降低销售价格 基于原料价格的下滑 公司正在调整销售价格 下一个季度出货量会增加 但同时后销售价格也会降低 管理层表示手套行业还没有完全恢复 客户们下单是基于补充库存的需要 而不是很敢囤积货物 但比起最坏时刻 已经有增加买单 三年前手套的库存已经接近截止日期 会有重复性下单 但目前还没有到提高价格获取更高利润的时刻 客户们对于价格都比较敏感 而目前市场的货物供应还是很充足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此报告纯属知识分享和资料分析 不包含任何买卖建议 股票投资有一定的风险所在 在做任何投资之前 请向您的财务规划师或投资经济询问详情 任何股票买卖上的金钱损失 数不负责